P2.5的CSV 那一样我就用Request 然后一样GET 所以后面这一串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在 我云端上面 或者你到行政院的环保署网站 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连接 所以这个连接也是这样 你可以按右键 那边有个右键 然后另存复制连接的网址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这个地方 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一串 OK一模一样 OK 然后的话呢 不过它这边有些参数 为什么叫Tab1000format CSV 所以其实这个应该都是参数可以改 可能Jason是不是也都直接改这个 就OK 这可以试看 然后再来的话 后面记得用UTL8 encoding 如果你是用CP950 因为这个不是CP950 因为刚刚以色列打开就知道了 乱码 如果乱码那就应该是UTL8了 OK 然后再当到协码下来打开就可以了 可以看 可以看 诶 还是说我试一下好了 OK 看一下好了 我这边用UTL8 如果不行就是CP950 反正这个就是那个 OK 然后我这边 Split H我就不要反斜键 R 反斜键 就是反斜键N的话 那你会发到执行的话 把它print出来 那试一下 所以第一阶段如果是有问题 反正你就修正 修正到OK 你就往下再去做 裁解你的部分 然后你会发现 第一个 因为我用反斜键N 因为有同学电脑里面没有 那个NOTL8加加怎么办 这个方位OK 你会发现这边多一个 反斜键R出来的 有没有 如果有多一个怎么办 很简单嘛 要不就是也是 要不就是反斜键R反页 要不就是反斜键N 那如果反斜键OK 你就不要再加反斜键R 可以啦 反正就是有点 有点你就自己想一个方法 可以改变这个状况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有同学问到说 这边的话有多一些怪怪的东西 有没有 反斜键N 然后UFEFF这个 这个东西好像不属于 不应该属于什么呢 这个档案 可是为什么我们开的时候 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 就是 就会看到 基本上这个东西 是档案开头的一些标签 所以这个标签呢 如果你不希望它出现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在哪里呢 在encoding的地方 你跟他讲说 UTF8 后面加一个 减的符号 再加另外的参数 叫SIG 再加一个SIG 他就会帮我把 开头那东西拿掉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如果加个SIG 我执行看一下 那基本上 开头的部分呢 会不会消失呢 看一下SICE 有没有 后面前面东西就不见了 就是把什么呢 如果你前面东西要不见的话 很简单 就加一个 减SIG 这个前面东西呢 就会消失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如果这个做得出来的话 后面应该就简单了 再来就怎么样 一样做SPRITS 切割 那你就要观察 用哪一篇SPRITS呢 就先已经一列切出来了 再按照 逗点去切 切到LIS2里面去 对 然后为了要放到资料库 我们再产生LIS3 然后怎么append 把LIS2里面 append到LIS3里面 最后在execute Many的时候 串那个SQL语法 然后再什么 把那个LIS提供给他 就跟他一样嘛 再把它显示出来 不过最后我是希望看到 你们去试试看 就是帮我排序 看哪一个地方的PM2.5 第一名 最差 不过历来好像都是高雄 那个什么林园 那些工业区那边 那会不会有改变 会不会因为 某一个人去了之后 就整个就 就翻转了 OK 如果有 那就表示 像这种东西 这个 真的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算了 我们不谈那些东西 那不是重点 我们重点还是在 我们的专业上面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靠专业 可以说话 我觉得比较客观 不要讲一些那种 空的 OK 不过有的时候 人还是需要有一些希望 有些希望感觉 真的就不一样 OK 好 那请各位第一步先试着把那个档案下载 后面也许 刚刚已经做过的练习 自己再玩玩看 就尽量慢慢习惯一许 你刚开始 keykeykey不熟没关系 你可以先贴来改 然后慢慢再把 贴的东西删掉 重新打一遍看看 好 如果你都慢慢打得出来 也慢慢可以理解 那我想你会越来越熟悉 只要这些东西多做几遍 应该也没有很复杂吧 我觉得这城市 算了算 总共也不过这么几行 但是它效用很大就是了 OK 试一下 OK OK OK